弟兄姐妹们 大家早上 足利平安 在年初一的时候 相信每一个人都已经在自己的家上了 新年快乐和新年蒙恩 这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万民啊 你们都要鼓掌 用欢呼的声音向神呼喊 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谓的 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这时候在大年初一 相信每个人都已经和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亲戚 还有自己的朋友 在自己的家乡 有一个美好的团聚了 在年初一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不忘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 来赞美我们的神 所以这时候我们大家 我们从座位上起立 我们一起来敬拜 唱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 说一声恭喜和新年 迎接美好的新一天 人人在门前贴春脸 欢迎春降到人间 有自门想念回家园 牢牢稍稍情团圆 为一个圆圆在庭圆 诉说每一段十年 新的一年你我息心愿 期待新一年会是丰收年 每一个人都升康体肩 天天笑容满面 大团圆大团圆 不管距离有多远 好朋友在身边 我们约定这一天 大团圆大团圆 手牵着手心相连 祝福你付首全 恭喜恭喜乐无边 再一次 说一声恭喜和信念 迎接美好的新一天 人人人在门前贴春脸 欢迎春降到人间 有自门想念回家园 牢牢稍稍情团圆 为一个圆圈在庭圆 诉说每一段十年 新的一年你我息心愿 期待新一年会是丰收年 每一个人都升康体肩 天天笑容满面 大团圆大团圆 不管距离有多远 好朋友在身边 我们约定这一天 大团圆大团圆 大团圆大团圆 手牵着手心相连 祝福你付首全 恭喜恭喜乐无边 再来一次大团圆 大团圆大团圆 不管距离有多远 好朋友在身边 好朋友在身边 我们约定这一天 大团圆大团圆 大团圆 手牵着手心相连 祝福你 祝福你付首全 恭喜恭喜乐无边 一切歌颂赞美 都归我主我的神 你是配的歌颂与赞美 我们高声呼喊 高句耶稣神明 哈利路亚 一起献上我们的赞美 再次把赞美献上给神 一切歌颂与赞美 一切歌颂赞美 都归我主我的神 你是配的歌颂与赞美 我们高声呼喊 高句耶稣之名 哈利路亚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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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都平安地回到我们爱的人的身边 我们的爱的人 在之前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很难回到我们的家乡 我们的需要透过线上 每个人都在异国他乡 来庆祝这个新年 但是在今年2023年的时候 神给了这个恩典 我们能够回到我们爱的人身边 我们爱的人也可以来到我们身边 一起来庆祝这个新年 我们感谢神 路途上都有神的保守 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神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做了不一样的事情 也许我们会看到 神不一样的作为 我们不了解神为什么 在我们生命当中 给我们有着一个学习 但我相信在今年 在过后的时间 神会透过他的时间来让你看到 神的美好 神所安排的时间 也是有他的旨意 和他的美好在里面 在这个时候 我们每个人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敬拜他 祝福 Hope of a life spent with you 对神说我们要敬拜 大家我们要敬拜 Here I am to worship Here I am to bow down Here I am to say that You're my God You are together lovely All together worthy All together wonderful to me King of all days King of all days Oh so highly exalted Glories in heaven above Humbly you came to the earth You created All for love's sake became poor Here I am to worship Here I am to worship Here I am to bow down Here I am to say that You're my God You are together lovely All together worthy All together wonderful to me So here I am Here I am to worship Here I am to bow down Here I am to say that You're my God You are together lovely All together worthy All together wonderful to me I'll never know I'll never know How much it cost To see my sin Upon that cross I'll never know How much it cost To see my sin Upon that cross I'll never know How much it cost To see my sin Upon that cross I'll never know How much it cost To see my sin Upon that cross So here I am Here I am to worship Here I am to bow down Here I am to say that You're my God You are together lovely All together worthy All together wonderful to me So here I am Here I am to worship Here I am to bow down Here I am to say that You're my God You are together lovely All together worthy All together wonderful to me 我们一起来祷告 福神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我们要让生命气息 来到神灵的面前 我们来敬拜你 就像刚刚有说到的 我们感谢神 我们在今天 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机会 回到我们所爱的人的身边 我们一起来庆祝这个新年 那是帮助我们 主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 我们依然在2023年 这一年 我们希望神 你可以透过我们的生命 来为神你来做伟大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不要忘记 神 你也要在我们的身上 做伟大的事情 帮助我们 今年才刚刚开始 2023年的这个年份 很多时候 忙碌忙碌忙碌的下去的时候 我们会忘记 我们会忘记回到神灵的面前 我们会忘记我们努力 我们奋斗的目的 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为了什么 但是在今年的时候 你不断用你的声音 来告诉我们 来提醒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所做的一切 为了 就是要荣耀你 为了 就是要让我们身边 所爱的人 能够一起 在这个2023年 度过一个丰盛的一年 你帮助着我们 提醒我们 调望我们 要记得 我们这2023年 依然要为神 为主你 活了下去 同时 也不要忘记忽略掉 也不要忘记 而忽略了 我们身边 所爱的人 还是祷告 是奉 我们主耶稣的圣明 所祈求的 Amen 今天的正道信息 新的一年 不再糊里糊吐 今儿的经文 取自于 以佛所书 五章 六到二十节 六节 不要被虚伏的话 欺骗了 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 必临到那些 薄逆的人 所以 不要与他们同伙 从前 你们是暗昧的 但如今 在主里 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 要向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的良善 公义 诚实 总要查验 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 那美无意的事 不可参与 倒要把这种事 揭发出来 因为 他们暗中所做的 就是连提起来 都是可耻的 凡被光所照明的 都显露出来 因为 一切显露出来的 就是光 所以 有话说 你这睡着的人 醒过来吧 要从死人中复活 基督要关照你的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无知的人 要像智慧的人 要把握时机 因为 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醉 酒能使人放荡 要被圣灵充满 要用诗篇 赞美诗 灵歌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反是要奉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这是上帝的话语 亲爱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平安 大家在今天早上 我们是年初一的主日崇拜 年初一的新年感恩崇拜 感谢主 今年在2023年 我们的农历新年 也是落在主日 那么刚好 感谢主 所以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想大家可能会去拜年 可能去到朋友的家 亲戚的家 我们去团聚 我们去拜年 在享受这个新年的气氛里面 那我们也不要忘记的 我们要跟上帝来拜一个年 对我们活来说 是我们是有特别一点点 我们是有两个新年 1月1号 2023年 是一个新年 那在这个新年呢 有些人说 新年 活的新年呢 是一个 真正 算是一个 official的 对他来说 是official的新年 新的一年开始 所以 那个比较有疑似感 因为做么呢 在迎接新年的时候 你要 就是 打扫物质啊 然后买年货 那些 所以 可能对某些人来说 农历新年 才是新的一年开始 无论如何 这个新年 1号 还有到这个农历新年 我们都是在一月份里面 所以一月份 都是一个 新的一年 在这里 我要代表 教会 只是 来恭贺 大家 弟兄姐妹 新年 快乐 新年 蒙恩 愿主 赐福大家 那在 今年呢 2023年呢 也是这个的 在我们 华人文化里面 就是 属兔的年 OK 兔的年 当我在预备 这个奖章的时候 我要想 跟以往不一样 就是以往 就是有这个 所谓 属年的话 很容易啊 就是 可以把那个 奖章 这个 讲到的主题 就是 成为这个 属 算 主恩 肃 就是 老属的属 吧 属算主恩 这个 跟那个 属 跟那个 名字很像 跟那个 音字很像 到这个 兔的时候 我来找 经文的时候 才发现到 原来在 我们 圣经里面 有说到 这个兔子的 就是 在就业的 立法书的时候 有说到兔子 兔子 在 这个 神明记 在这个的 民宿记 这个 不是 神明记 立位记 有说到 兔子是一个 不洁净的 动物 不可以吃 我就不可能 用这个经文 在这个 所谓 农历信念 来讲 这个 兔年 是不洁净 不是 我就在 想想 想的时候 就想到 跟那个 兔 跟那个 字很像的 声音 就是 可以有很多 那就 有想到 就是 这个 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不再 糊里糊涂 糊里糊涂 变成 糊里糊涂 OK 那 我们 在这个 一月份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 身为 神的儿女 OK 身为神的儿女 我们是 在 就是有 这个 新的名分 OK 成为后世 然后我们 该要 过的 生活方式 那 我们 在 新的一年里面 时候 我们 在 不断地 被提醒 我们的身份的时候 我们 要在 新的一年 我们要 重新 可能要 就是 改变下 我们 身为神 而你的 这个生活方式 可能是 我们 过往 可能 过往 是一个 糊里糊涂的 基督徒 那 就是 什么都不懂 关于到 这个信仰 我也不懂 不懂 我在 主里面的身份 我真的是 一套糊涂 可能我的 洗礼 那一天 我来教会 过后 我就不来教会了 或者是 有些人说 就是 我是一个 fastive的 一个的 Christian 就是 三个 CEO 就是 在 Christmas的时候 我是CEO的基督徒 就是 Christmas 来的基督徒 Easter 来的基督徒 然后还有什么呢 在 这个 O是什么 O是一个的 在 可能 这个 New Year 是什么 特别 季任的时候 我才来的 一个基督徒 所以 我们在 新一年的时候 我们 盼望我们不再 是一个的 这个的 糊里糊涂的 基督徒 我们一起来祷告 听众上帝 我们在 这个 年初一的时候 我们来到 神灵面前 我们来献上 感恩 因为在过去一年 你的丰盛 临到我们 我们感谢你 我们这时候 我们要在你面前 我们要敬拜你 我们要聆听 所以你会继续地 向我们说话 求你圣灵 亲自地对我们说话 借着你的仆人 借着你的圣经的 话也向我们显明你的话 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好 弟兄姐妹 那我们怎样 算是一个 圣经怎样说 我们是一个的 糊里糊涂的 神的孩子呢 今天的经文 刚才 林慧有 给我们读 这个段经文 以福所书第五章 第五章 其实如果你们 这边的经文 该读经文是 六到二十节 但是我希望大家 可以看你们的圣经 因为我会 从开始 就是第五章的 第一节就开始 因为 这个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经节 在这个 以福所书第五章 在描述 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 神的孩子 就是基督徒 就是有些基督徒 是一个糊里糊涂的 在经文里面 有几段经文 先列出来四个 就给我们知道 看到就是 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就是比如说什么呢 在第五章 第六节 就说到什么呢 这些糊里糊涂的人 就是很虚伏的话 很容易被骗的 就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 他很容易被骗的 对吗 他不知道头 不知道尾 然后过后 他很 就是福建华讲 他好像不在状况里面 这样子的 所以他被一些 很容易被人的话 这些话骗了 所以 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 就是一个很容易受骗的 保罗说 所以在这边说 第六节说什么呢 不要被人的 虚伏的话 欺骗 所以一个糊里糊涂的人 是很容易中骗的 被什么骗呢 我们可以回想到 就是耶稣 或者保罗也讲到 就是 这假先知 假教导的 这个骗 会 欺哄人 还有这个的撒旦 他也是欺哄人的 所以这些糊里糊涂的 这些的神的 儿女的基督徒 就是他活在一个 就是 不知道一个状况里面 他不知道 他跟神的关系 然后他 反而更相信 这些假教师 或者是恶扯的谎言 第二个就是 我们看到 在第七节 说什么呢 就是 这些糊里糊涂的人 不仅是他容易受骗 他也是跟这些 人同伙 这边讲的第七节 他们就是那些 在第六节里面 就是后半段说的 是悲逆的人 悲逆的人 同伙 他不仅是被 耳朵听 听到被骗 他还是跟随的 跟随这些悲逆人 在一起 做他们 做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 不做 像神 而你所做 应该做的东西 他可能就是 跟随世界 跟随 这些不幸的人 在活出 一个 这个 敬虔的生命 那 糊里糊涂的人 怎样呢 看到吗 这个 第五章十七节 很清楚告诉我们 不要做糊涂的人 就是糊涂的人 是怎样呢 就是 不明白神旨意的 第三个 就是不明白神旨意的 你 很多基督徒 活到现在 跟随主到现在 他不懂 上帝的旨意 是什么的 他不懂 上帝 其实在他生命里面 有什么的计划 他不晓得 神的话 也怎样 在他生命里面 产生这个的联系 怎样改变生命 然后 上帝的话 怎样 来去引领 这个的 他本身 他不懂 所以 有些基督徒 就是这样 就是来崇拜 然后 然后就坐在 一个某个角落 然后身体 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这样 他就是 做完礼拜过后 他就走了 他身体在 但是他的灵不在 他的整个心思 精神全部不在 他的灵魂不在 或者是 有些基督徒 就是像我说的 就是 一个基督徒 他只是在 几个 庆典 或者是 重要的节日 来到 做礼拜 来到 敬拜 其他的 就是 没有他的存在 所以 他很难 明白 神的旨意 他不明白 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说 巴洛说 不要做糊涂人 就是一个的 糊涂的基督徒 那 不仅如此 巴洛也说什么呢 这里糊涂的 神的孩子 他们的生命 见证是不合一的 你看到吗 这里的 就是说到 就是什么呢 在第四节 可以第四节 说到这个 淫词啊 忘词啊 出俗的 这个的 萧皮的话 英文说什么呢 就是Fullish talk and close joking 就是 他们的话语 就是 很不成熟 开玩笑 是一个 以这些 很黄色的 就是 就是 出话 来去 来去 成为他们的 讲的话 所以 这里的 讲到什么呢 第一 你看从这个 诗典里面 我看到什么呢 他们的生命的 这个的 跟神的关系 不知道是谁 他们容易受骗 第二呢 他们不是跟随神 而他们是跟随 这些 属世的人 不相信 神的人 然后过后 他们不明白 上帝主义的 然后他们的生命见证 是跟这些人 这些所谓 圣经说什么呢 悲逆的人 这个 愚昧的人 是在一起的 他们的生活的 这个的 所展现出来 是跟他们一样的 所以 基督徒 如果是 这样子的话 是 一个 不算是一个 基督徒 如果我们 来到 教会 我们 觉得 我们 感觉 自我感觉 我是来教会 就是一个 基督徒的话 如果我们的 生命的 经历 跟这个 诗典 是 相符 的话 我们不是 真正的 基督徒 我们不是 真正的 神的儿女 亲爱的 弟兄姐妹 所以在心里里面 我们 就要不要 做这个 糊里糊涂 的基督徒 可以吗 我们要 在神面前 要立志 因为做什么呢 因为 我们是 神的儿女 我们要宣告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不要做 这个悲逆 的孩子 那在这个 第五章 一到二节 这样子说 所以 作为 蒙 慈爱的儿女 你们该 效法 上帝 要凭 爱心 行事 正如基督 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 舍了自己 做了 新乡的 供物 和基物 献给上帝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 神的儿女 我们 不是 基督徒 那个 那个的 这个Christian 那个的 所谓 字眼而已 可能 有些 Christian 也不是一个 很 真正的Christian 但是 Christian 基督徒 最根本 就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是蒙 上帝 救赎 我们是 神的儿女 所以 我们是蒙 上帝 慈爱的 弟兄姐妹 儿女 我们应该 是要 效法 跟随 上帝的 这个效法 英文是 follow 但是 他有一个 很 更加 follow 更加的 跟随 所谓跟随 follow 他有一个 比较 更深层的意义 就是 你要 顺服 你要 Obey OK 你要 Obey 就是 作为 孩子的 你会听 父母的话 周杰伦 都唱一首歌 听妈妈的话 对不对 在 我们成为 神的儿女 我们要 跟随 效法 上帝的时候 follow God example 的时候 我们是要 Obey 顺服的 所以 我们 如果我们不顺服的话 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 悲逆的 OK 我们就是 disobey 那在这里 disobey 有时候 我们说 我们自己会 对我们自己说 我 不是 totally disobey 不是 完全 不顺服 我还是一个 基督徒 我还是神的儿女 但是有时候 这个的 上帝的 命令 或者上帝的旨意 我不是很喜欢 或者是我感觉 我不想跟 某一些 partially 那我就过着 好像 好像可以 有一点 白 有一点黑 这样子 亲爱的 弟兄姐妹 partially or delay obedience is still obedience 不管我们 部分的 不顺服 或者是 延迟的不顺服 我们就是 不顺服 圣经说吗 小罪 大罪 不管 什么的罪 只要你犯罪 都是罪 所以 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身为神的儿女 我们应该是 效法上帝的 我们不是做 糊里糊涂的 的儿女 上帝说 要去爱人 上帝说 要奉献 奉献我们自己 奉献金钱 相信上帝 顺服上帝 依靠上帝 我们要敬拜 我们要祷告 在灵命上成长 我们要跟他联系 这些都是上帝 给我们身为神 儿女的一些要求 这要求不困难的 这要求是跟他 在建立关系的 那我们有没有顺服 我们身为神的儿女 我们效法 上帝的 例子 上帝的例子 怎样给我们 显明呢 透过主耶稣基督 效法 上帝 就是我们效法 主耶稣基督 这里说什么呢 正如基督 爱我们 为了我们舍 为了我们舍己 所以 主耶稣说 Come and follow me 来跟随我吧 来效法我们吧 跟随不是跟在后面而已 是看到这个主耶稣 他在 这个 历史事件 在圣经里面 他怎样成为 那个榜样 而我们 成为 跟随的人 我们就是来 效法 想要成为他 恰定从前面 我们身为 神的儿女 就是要 更加 使我们自己的生命 更加有 耶稣基督的香气 不是 也做基督徒 也久 也糊里糊涂 生命没有改变 不是的 而是我们 也成为 也相信 耶稣基督 也 像耶稣基督 所以亲爱的 弟兄姐妹 主要求我们 是要 来效法他 而不是要成为 这个的 悖逆的孩子 所以因此呢 成为 不要成为 这个悖逆的孩子呢 我们的 行事为人 要 像 光明的 孩子 经文这里 和在 第六节过后 就是 这个的 第八节 就告诉我们 行事为人 要像 光明的 子女 主耶稣 就是 真光 我们说 效法 效法基督 主耶稣 本身 就是 那真光 所以 跟随 他的人 是走在 这个 被光 被真光 引领和 照料 之下的 因此呢 我们身为 神的恶女 可以讲的 当我们走在 这个光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得以 什么呢 行的正 坐的端 深正 不怕 影子歪 这个 我是上网 找的 我们讲的 我们不怕 你知道有些人 他的 这个的生活 是 是 像人隐藏的 你知道吗 他们不敢 做东西 不见得光 他跟你分享东西 他分享一盘一盘 他不敢分享 太多 为什么呢 可能他 不见得光 可能啦 OK 我不是 judgment的 有些人 有所保留 OK 那 有些人是 他的分享 会让你 质疑 让你感受到 感觉这个人 好像 不 真 他没有 表达 他完全表达 他自己 OK 不是 所谓 有自我保留 是一个保护 也是对 但是有时候 你会感受到 有些人 跟你分享的时候 他 在描述的 好像不是他自己 他向 世人 向人 隐藏 他自己 可能 这样子 类似的人 可能 没有意见光 没有行在光里面 但是亲爱的 弟兄姐妹 朋友们 我们是 神的恶女 如果我们的 这个生活 是 不能够 无法 向人家 展现出 我是能够行的正 我不怕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我 走在光当中 那 如果我们 的生命 是 没有这样子的话 那亲爱的 弟兄姐妹 我们是 活在一个黑暗里面 为什么呢 你看 在 第五章 八道九节 说什么 从前你们 是暗昧的 我们从前 是活在黑暗里面 黑暗 是见不得人 黑暗 是也不想 就是 很多 在黑暗里面 发生的事情 就是 所谓 只有 我一个人知道 我敢 我自己觉得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我不想 别人知道 OK 我是很 在 除了这个黑暗 是代表没有盼望 等等 可能我是 不想别人知道 OK 但是呢 如今 在主里面 我们 因为在 因为 但如今 主里面 是光明的 所以因此 行事为人 要 向光明的指导 OK 所以你看到 这光明所结的果子 当我们行在 被光引导和照料之下的时候 所以我讲的 行得正 坐得端的时候 所谓 我们所活出来 是什么 良善 公义 诚实 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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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良善 公义 诚实 是一个 在一个 糊涂 所谓的 糊为糊涂的 基督徒 是看不到的 糊里糊涂的 基督徒 是活在 黑暗里面的 这个就是 上帝要给我们的 旨意 亲爱的 弟兄姐妹 我们身为神的 儿女 就是要 行得正 因为 我们有 上帝给我们的 光 光里面 有 良善 公义 诚实 这是能够从我们 生命里面 表露出来的 继续看 就是 我们怎样知道 神的旨意呢 看到吗 在第十三 到第十四节 这样说 凡被光照明的 都显露出来 因为 使一切 显露出来的 就是光 所以 有话说 你们 这碎了的人 醒过来吧 要从死人中复活 基督的光 照你的 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神的旨意 就是 我们需要 基督的光 基督的光 使我们 从死 这里的死 就是 这个经文里面 所讲的 这个 即使一节 一昧无异的 我们在这个 一昧暧昧的 这个情况里面 我们怎样呢 被这个光 照亮的时候 基督光照亮的时候 我们得以 醒过来 醒过来 这样子 碎了的人 死了的人 醒过来 并且呢 借着他的光 我们得以明白 神的旨意 光 是要 照亮 神的旨意 给我们看 就好像我们 在黑暗 在一个 暗的房间 或者在暗的 情况里面 我们有 toss light 你有没有 toss light的话 你知道 走那里吗 你不知道 在走那里的 但是你有 toss light之后呢 你知道 哪条路 可以走 基督光 只是要引领 我们 走向 这个的 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 没有这个光 然后我们 在黑暗里面 我们走不到 路 我们走不到 哪一条路 是错路 我们需要 上帝的光 所以上帝的光 使我们 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身为 神的 儿女 我们是要 行事为人 是要 借着光 使得我们的 生命 能够 昌显出 有基督的光 和基督的香气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新的一年 新年的期间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 怎样呢 我们要 谨慎行事 因为 是因为 有正光的照亮 我们可以 谨慎行事 OK 怎样 谨慎行事呢 你看啊 一个糊里糊涂的人 他是 不谨慎行事的 他的生活 见证开 我讲的东西 就是怎样呢 就是很 乱七八糟 OK 所谓的简单 乱七八糟 在新年的时候 很多基督徒 都是乱七八糟 为什么呢 见了新朋友吗 不是见了 见了很多年 或者是 可能一年 只有新年再见的 家人 亲戚 朋友 可能我们身边 有一些 没有信主的 朋友们 这样呢 我们讲的话 是这样的 我们讲的话 不是 所谓在这个 十八节 B 到二十节的 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 这个的 十八节 开始讲了 醉酒的话 放荡的话 或者是 刚才讲的 这个第四节 讲的 迎此望此出属的 这个 跳皮的话 不合一的话 新年我们说 恭喜发财 我们都会说 恭喜发财 但是 在这个新的 一年的时候 我们不是每一天 说是 恭喜发财的 对不对 我们要谨慎行事 我们也可以谨慎行事 有光的话 我们可以谨慎行事 我们要是要 被圣灵充满的 当一个被圣灵充满 的一个神的儿女 怎样呢 他所讲的话 是不一样的 他讲的话 是赞美的话 看到 灵哥的话 然后口唱 心和的 口唱跟心里面 都是一样的 是赞美主的话 一个常常 赞美主的人 他讲的话 是带有很大的 power 他所讲的 都是赞美上帝 赞美上帝 你想让他 都在赞美上帝 他所给你讲的话 是带有这个能力的 他会祝福 我们所讲的话 赞美上帝的话 是带给身边的人祝福的 如果我们每天讲的话 是一个所谓的 被醉酒充满的 是一个的所谓 所谓淫祸 那些不散不失的话 我们怎样造就人 我们不能造就人 我们在口里 我们基督徒 身为基督徒 我们的口 在行事为人 都是给人家 是一个祸害 而不是祝福 当我们被圣灵充满 说出这个的 口唱心和赞美主的时候 我们所讲的话 是能够造就人的 祝福人的 所以除了讲恭喜发财 我们在新年的时候 我们要讲祝福的话 首先 赞美上帝 赞美上帝 我们不可能说 我们用 这个所谓 淫磁那些 所谓不散不失的话 赞美上帝 不是 我们不能的吗 我们是要赞美上帝 是要用我们 上帝 创造我们的口 来去赞美上帝的 然后感谢我们的上帝 也是在这个的 谨慎行事里面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吗 就是我们在 在祸益里面 我们的行事为是 我们的口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在新年的时候 到我们跟家人相聚的时候 经文也告诉我们 说什么呢 在第十六节 要把握实际 我们一年建一次 可能有些家人 我们建的家人 亲戚朋友 一年建一次 就在新年 我们就要把握实际 亲爱弟兄姐妹 把握实际做什么 活出有 这个真光的见证 我们在新年里面 如果我们活出 好像这个 糊里糊涂 不散不失的基督徒 那对他们来说 我信主 没有信主 也是一样 早前我们在 开幕区会议的时候 教学长有说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 就是打烂我们自己 教会的名誉 因为我们活得不像 所谓的行事为人 不像这个耶稣基督一样 不像真光一样 我们来教会 做一些不散不失的东西 比如说 在幕区会议的时候 在讲说什么 就是在账目上 是盗款教会的钱 真的是丢脸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身为神的儿女 生命见证 是非常重要的 要把握实际 只有那一年建一次 可能有些从外国飞来的 或者是东马弟兄姐妹 你就会非常清楚 我们要把握实际 来活出正光的见证 因为什么呢 现今的世代邪恶 我们要将这个光 照料在他人 我们身边的家人 朋友 亲戚的生命里面 让他们也领悟到 感受到 原来身为一个基督徒 生命可以那么丰盛 生命可以那么不一样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 年除一 那我们要怎样呢 我们要做一个决定 就是我不要再成为 这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 不要容易就受 这个假教师骗局 撒旦骗局 我也不要在这个所谓 跟他们的 这个的 我的生命 见证 行事为人 是跟他们一样 过着一面 悖逆的孩子的 不要 我也不要 成为一个糊涂的基督徒 因为糊涂的基督徒 不了解 也不明白神的旨意 而且一个糊涂 糊里糊涂的基督徒 是生命见证 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因此我要改变 精神前面对你们 我们自己说 我们要改变 我要改变 因此我们改变的时候 我要靠着圣灵 被圣灵充满 常常被圣灵充满 然后过后呢 在我们的口线 口唱心和口跟心是一致的 我们要赞美上帝 我们所讲的话 是要祝福的话 感谢的话 赞美的话 从这里开始 我们就成为 从我们的口心事为人 能活出一个 真光的生命见证 来祝福 在新的印度里面 除了我们说 恭喜发财以外 我们也可以 为我们家人祷告 说一些祝福的话 安慰的话 愿主赐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面 这个农历新年里面 我们靠主活得更丰盛 靠主生命 更加茁壮成长 我们去祷告 恩主我们感谢你 在这农历新年里面 你让我们能够过这一个 新的一个新的一年 丰盛一年 主我们也欣赏感恩 求主你带领我们 在这个新一年开始的时候 主我们在你面前立志 我们不再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 反而我们要在你面前 我们要效法你 我们要顺服你 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的孩子 我们要成为这个的光明的孩子 在行事为人 能够来彰显神灵的荣耀了 因此你帮助我们 尤其是在这个新年的假节期间 让我们也能够把握时期 在跟我们家人朋友 亲戚朋友相聚的时候 我们就把握这个时期 让你的圣灵带领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活出这个真光的见证 我们将我们自己 我们这个家人都仰望交托 祝福我们 我们祷告 感谢 奉主耶稣名求 Amen 好 我们现在进入奉献 那像往常一样 就是我们奉献的方式 可以透过这个的扫描 这个QR Code 你 either可以用这个Touch and Go 或者是这个Dewiknam QR 都可以扫描 在进行奉献 那如果弟兄姐妹要进行 这个在荧幕上有写的 就是十一奉献 感恩奉献 宣价奉献 认献 等等的奉献 除了盘见以外的 你需要注明 你的奉献的项目的这个的目的 然后你就把这个单据 OK 就发给我们的财政 苏清弟兄 OK 我们今年的新财政 苏清弟兄 以上就是他的电话号码 你就WhatsApp给他 OK 然后他就会给你 给你这个单据 给你receipt 我们就为这个奉献来祷告 恩主 我们感谢你在这过去一年 在我生命中的这个祝福 还有神你的供应 我们献上感恩 主啊 我们在这个的 家节期间的时候 我们也要纪念 神你的家 你的家 你的粮 就让我们的奉献 能够成为这个神的家的祝福 也能够让神的家 有粮 以致能够在 今年的事工 能够因着神的家有粮的时候 能够被扩展 主啊 我们也求主 你祝福我们 甘心乐意奉献的 弟兄姐妹 也使用这笔金钱 来成为这社区的祝福 主啊 我们仰望你 感谢你 祷告奉主 耶稣名求 阿们 好 那我们来听一些的家训 就是在家训里面呢 就是有几项报告 就是第一项呢 就是关于到主日写的 主日写 我们之前有报告过 就是在这个的2月5号 也就是在这个的 所谓 还有两个礼拜 就是今年是22号 下个星期 1月29号 然后在2月的第一个礼拜呢 我们就回到这个的 实体的聚会了 所以请家长们留意一下 就是早上10点 10点 在教会的楼上的主日写室里面 我们进行的主日写 第二呢 就是我们基督教教育呢 会在今年2月11号 会办这个圣经讲座 我们过往的几年都有 这个圣经讲座 那我们同样 我们也很开心的 能够邀请到 郭斯隆牧师 来到我们当中 来进行分享 OK 是在2月11号 是在2月11号晚上8点 如果没有记录错的话 那就是那个圣经讲座呢 会的详情会在近期内 我们会就是发在我们官方群组 还有这个社交媒体上面 可以请大家注意 也请欢迎大家踊跃地参与 第三个报告就是 在这个的2月18号呢 我们有这个服事人员的培训 OK 就是关乎到 每一个服事人员 就是你不管你是在 就是崇拜 OK 就是你做领会 等等 在台前的服事 或者是太太后 你做招待员 做LCD 做这个BA的 都要出席 OK 就是怎样呢 就是我们有这个的 这个培训 早上10点半 到下午的2点 我们会供应这个午餐给大家 所以呢 早上10点半的开始 到午餐前呢 是一个的 关于到我们身为服事人员的 这个敬拜的生命 然后下午呢 午餐过后呢 我们会分组到个别的 这个的服事的岗位 由几位的弟兄姐妹来做带领 来去 所谓的brief我们 关于到我们的这个的 服事的岗位 OK 所以 2月18号 早上10点半到下午2点 这样报告呢 就是关于到红本 OK 红本的这个的 报名 我们还是继续接受报名 OK 请大家 踊跃的报名 这个红本门壶 我们今年会在 打算会在 3月4号 进行这第一次的 这个献献会 OK 所以 我们已经把那个link 已经放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请大家 就是鼓励大家 就是 报名参与这个红本 报告到这里 好我们一起的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领受 上帝的祝福 当年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圣灵的交通 上帝的慈爱 常有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 直到永远 阿们 然后我们来唱 阿们 阿们 好 我们今天的崇拜到这里 再次的祝贺大家 新年猛恩 新年猛恩 我们 在下个礼拜 我们再见 圆祖赐福大家 明镜与点栏目